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这个无土栽培当中的机制栽培 这个浇水施肥 有很多朋友不明白 就是你这个浇水施肥多长时间浇一次水呢 每次浇多长时间或者每次浇水量是多少 有很多朋友就说不是特别理解 实际上这个机制栽培和土壤栽培在浇水施肥这会儿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用机制代替土壤 实际上主要是机制它的透气性要远远好于土壤 这样的情况下 透气性好了 实际上它的保水性就非常差 所以说浇水这个浇水这一块呢 一般情况下 一天可能浇个两四三四 有的甚至要浇到十四十五四 这样的高频的一个浇水 但是呢 它高频的浇水不代表用水量大 因为浇水的时长很短 有的一分钟两分钟就结束了 这个怎么去计算呢 我们要根据机制的吃水量 一般控制在六十到八十 这是最好的一个吃水量 低于六十了 我们就要浇水 浇多长时间呢 然后呢 我们开始浇水以后呢 机制里面的水 最下面的水 开始往外伸漏了 证明这个机制呢 小空气已经充分的吸收水分了 我们要停止浇水 可能是几分钟时间 这个呢 要根据不同的机制 它的一个物理特性来决定 不同的机制 它这个市场啊 品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呢 测这个吃水量啊 是要靠医器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你平时 我们如果时间长了 我们可以通过 用手去感觉 用手捏到机制以后 明显感觉到有湿度 但是呢 你用手浮水的时候 感觉就是 它不可能形成那个水滴 实际上这个就是 在六十到八十之间 如果你用手一捏这个机制啊 就明显感觉到 这个水分像要滴出来 那个就有点高了 如果捏了以后呢 就是感觉到水分很低很低 这个就干了 那就开始浇水了 通过这种手感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嘛 然后是关于肥料这一块 实际上肥料的话 就很好解决了 只要是我们浇水 我们都要去带肥料 只要浇水 我们就要带肥料 实际上这个 就和土壤有点类似了 土壤也是一样的 你只要浇水 都要带肥料 土壤这一块讲究的是 小水清浇 实际上在这个 在机制在部当中 是完全就是 一种小水清浇 这种概念了 这种水清浇 就要浇水清浇 就要浇水清浇 就要浇水清浇